看完真至尊 我们继续来看双K旗舰的另一大杀售箭 就是我面前已经拆散的 Remy K-Pad 终于有更多的厂商开始下场做小尺寸平板了 按照 K80 至尊版的堆料思路 这台 K-Pad 会不会一出场就是牙膏起爆的 咱们就先从外观聊起 双K旗舰在设计语言上是高度一致的 这份简约放在 K-Pad 上会更极致 索性把后背的 Deco 都干掉了 这么做也没毛病 毕竟平板的影像主要是拿来扫一扫 存在感越低越好 整机是采用全金属一体化机身 表面是细磨砂的触感 正面是一块 16 比 10 的黄金比例屏幕 R 角曲率显然是做过优化的 和机身四角看起来还是挺协调的 8.8 英寸的机身主打的就是变形性 不管是女生的小胯包还是男生的大口袋都能塞进去 重量实测不到336 克 加上 6.46 毫米的厚度 在平板里肯定算是轻薄类型了 相信大家更关心 K-Pad 内部结构用料 我们就边拆边聊 第一步 关机后取出计膜 全金属一体化机身 拆解从屏幕入手 加热后酒精配合拆机片 滑开粘胶打开屏幕 下来螺丝取出盖板 挑开接口分离屏幕 这块 8.8 英寸的 LCD 屏幕 最大的亮点就是画面够清晰 采用 3K 分辨率 PPI 打到了 403 165 赫兹的刷新率 不管是看剧还是玩游戏 视觉体验相比其他平板都会更出色 护眼方面属于 LCD 的独特优势了 全亮度下都是 DC 调光 并且还用到了小米青山护眼方案 护眼 Plus 亮度方面实测手动全屏最高 566 尼特 强光激发后亮度略微深至 610 尼特 屏幕背面是 LCD 特有的铝合金封装 在保护屏幕的同时也能辅助散热 上方贴有泡棉提供减震保护 屏幕中间是一片面积为 12,050 平方毫米的 VC 折热板 采用非常少见的铝合金材质 选用铝合金的主要原因是为了减重 毕竟铜合金和不锈钢 VC 的重量都要远高于铝合金 并且铝合金的导热系数也明显要好于不锈钢 在常见 VC 材质中 铝合金除了强度烧底外 还是非常适合用在这种不需要受力的均热板上 均热板对应主要发热芯片的区域 材料有导热材料 驱动板上覆盖散热膜和抗干扰通勃 触合 IC 和显示驱动 IC 集权在一起 没有办法从外部看出具体型号 通过软件查询 方案提供上的是联用 第二步拆卸主体部分 内部结构采用更合理的主板中置设计 这么做可以更加均匀的将核心发出的热量 平摊在金属后壳上 提高均热效率 并且还能避免双手握持区域形成局部高温 两块电池一长一短平行放置在主板两侧 养人气分布在机身两端 卸下固定电池接口的螺丝取出盖板 挑开两个电池接口进行断电 随后卸下所有看得到的螺丝取出多块固定盖板 挑开主板上的所有接口取出主板 平板的主板肯定是单层设计了 PCB 来自华通电脑 采用0.65 毫米板材 主板正反两边的屏蔽罩都有散热膜和铜箔的覆盖 主要挖热芯片位置涂有导热材料 接口和小元件四周没有发现防护措施 左侧机身有长边的Type-C 接口 接口使用黑色胶套保护 需要胶套可以看到接口来自LCN前德电子 根部有做封胶处理 规格是5Gbps 速率的USB 3D2 进一支持DP 视频输出 4A 散热膜轻调导热材料吹开屏蔽罩 核心栽纳件和K80 至尊版一致 中框对应主板核心发热区域有散热膜的覆盖 挑开机身上其余的接口 取出所有排线和摄像头 后摄模组背面贴有铜箔屏蔽电磁干扰 也能加强一定的散热效率 前摄模组使用黑色胶套保护 摄像头的详细信息大家看图 至于实际游戏的表现 主流4款的流畅度毫无压力 帧率基本顶格稳定跑 最关键的是温度控制十分出色 相比其他小平板是有明显优势的 高负载下的温度表现 甚至和大尺寸平板不向上下 看来这个料确实没有白堆 再加上主板中置的设计 热源避开握持部分 实际长时间玩游戏的体感很棒 取出后摄位置的副板 PCB 来自见顶 采用0.6mm板材 接口和小硬件四周没有发现防护措施 上方机身有后置的麦克风 取出前摄位置的副板 PCB 使用0.45mm板材 同样来自见顶 上方集成有第二颗麦克风 和整机唯一的环境光传感器 传感器通过黑色胶套保护 接口和小硬件四周没有发现防护措施 取出上下两个扬转器 扬转器来自AEC 瑞生科技 采用对称式的2016规格 内部填充有N-BASE 升学增强材料 使用双音圈的方案 通过增加音圈的方式 来提升正模的有效面积 在整体厚度减薄的情况下 响度还能有所增加 其中一个音箱上还贴有WiFi 的FPC 贴线 取出尾插小板 同样使用0.45mm板材 还是来自见底 小板上集成有第三颗麦克风 和短边的Type-C 接口 接口同样使用黑色胶道保护 虽然接口是满帧的设计 但实际这个接口只支持充电 并没有数据传输的功能 需要投屏或者导数据 只能用长边的Type-C 接口完成 整机一共配备三颗麦克风 属于这个价位的常规配置 取出两个X 轴线性马达 采用横电东磁的 LM0815B 规格 在大平板上放马达的意义确实不大 但是对于这种小尺寸平板来说 双马达的设计还是能够带来不错的游戏沉浸感的 最后一步拆电池 两块电池通过四条一拉胶固定 全部拉出后即可轻松取出电池 两块电池一高一矮 都是单电芯单接口设计 总容量7500mAh 制造商为浙江新旺达 使用新旺达旗下的LWN 黎威新能源电芯 电池的详细参数大家看图 能量密度通过包装尺寸计算 高的在715 左右 矮的在 706 上下 包装内附带有 67 瓦快充头 实测峰值充电功率 55 瓦 1-100 充电用时 61 分钟 和 K80 之尊版一样支持旁路充电 Plus 功能 边玩边充时优先给主板供电 低电量时智能调节充电功率 低温下悄然回去 剩下的后壳总成采用铝皮速谷方案 电池位置的背板厚度接近 0.6 毫米 属于行业的平均水平 通过内侧走道痕迹可以看出后壳使用 CNC 加工 但考虑到整机的结构强度 还是在内部添加了黑色塑料骨架 除电池外 所有零件都固定在骨架上 主板核心发热区域的散热膜穿过骨架 延伸到电池下方扩大散热面积 让整个金属后壳参与到主板的散热中来 后摄旁边还发现了一小块的散热膜 挑开后下方是一颗闪光灯灯珠 边框上的开机键没有集成指纹识别功能 只能使用密码或者2D人脸解锁了 另外 K-Pad 针对天线设计做了优化 把传统的 2.4G 加 5G 双频通发升级为 3 频通发 也就是多了一个 5G 通道 相当于是多了一个车道 可以大幅提升串流 投屏和互联的体验 好了拆解就到这里 整机有一种共 36 颗螺丝 从 Redmi K-Pad 综合产品来看 横向比较是足够旗舰了 更清晰护眼的屏幕 出色的游戏体验和温控 外围配置也拉得比较满 为了轻薄 内部很多零部件也都做了定制化的瘦身 之前我也发微博说过 Redmi K-Pad 绝对不是简单的手机放大版 作为 Redmi 首款小平板 诚意十足 非常推荐那些喜欢拿平板玩游戏看剧 或者看书的朋友们入手 至于生产力 个人并不是很感冒 但是 HyperOS 具备的能力 肯定是要比其他安卓小平板们强的 半工应用 苹果生态的互联体验都会更好 临时应个急也能有不错的体验 RAMI 作为国民级品牌 能下场做小尺寸平板 对于用户来说肯定是好事 这个市场原本玩家太少 iPad 迷你产品迭代毫无节奏 万年低刷屏 另外两个品牌有相对小众 RAMI 的加入 希望能给小尺寸平板带来一些活力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 我是欧宾 我们下期相差 再见